過去三年多來 疫情的衝擊 再加上俄烏戰爭 全球通膨 以及主要央行升息等因素 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都受到深刻而且廣泛的影響 我要感謝《經濟日報》的策劃和努力 今天舉辦《2023大事論壇》 讓我們在這裡 在這樣的關鍵時刻 有機會共同來思索 臺灣以及全球經濟下一步的發展方向 我們今天的論壇 也特別邀請到2022年諾貝爾經濟獎的得主Dr. Douglas Diamond 針對銀行與金融危機進行演講 我們非常歡迎 臺門教授訪問臺灣 示茹我們大家給他一個掌聲 歡迎你 莫卡 戴門教授長期研究銀行體系運作 是金融治理專家 他的研究以及著作 對銀行風險管理 以及政府金融監理的發展 有深遠的影響 近年來 國際上發生部分銀行經營不散 導致市場波動的案例 相信 稍後戴門教授的專題演講 一定能帶給大家許多的啟發 臺灣是國際的一份子 面對疫情後劇烈變化的世界政經局勢 我們也非常謹慎地來因應 像是全球通膨的議題 世界主要經濟體都透過升息來因應 臺灣也從2022年到現在 也已經升息五次 我們採取漸進溫和的升息政策 同時 政府也有平穩物價的機制 大眾物資的補貼以及減稅 來減緩通膨的壓力 對於容易受到衝擊的弱勢族群 立法院也已經通過疫後特別預算 給予更多的支持 減輕民眾的負擔 強化整體社會的韧性 雖然通膨和升息也會對金融機構帶來影響 但整體而言 我們國內金融機構的財務體制健全 銀行體系的流動性 以及保險業禁止波動等問題 政府也都採取了相應的措施 我要藉今天這個場合跟大家說 台灣的資本市場的體質相當穩健 最近在匯域的主權平等等級 台灣維持AA展望穩定 標福也剛宣布 台灣主權性信用平等是AA Plus 肯定我們財政管理跟財政的韌性 我們會持續地督導金融機構 強化風險控管 維持我們金融市場的穩定 我們也期待從戴蒙教授的演講及圓桌 座談也是從最近的銀行跟金融危機的案例中 汲取經驗 並且檢視我們金融監理 以及在事務做法上 有無需要緊緊之處 在今年520的談話我曾經提到 我們將拿出更多更有力的行動和作為 展現決心 為台灣打造更有韌性的經濟和產業 這其中包括活絡台灣的金融環境 這不僅能讓產業獲得資金的支持 加速產業的創新和升級 也能夠落實我們國家重要的政策目標 以及發展的方向 舉例來說 我們推動綠色金融方案3.0 就是希望透過金融的力量 來加速再生能源的發展 落實能源轉型 讓台灣更永續 也跟上全球綠色供應鏈的腳步 另外打造更普惠的金融體質 也是我們一直努力的方向 期待能夠照顧到更多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像是透過推動微型保險 以及小額中老保險 讓弱勢群體獲得更多的經濟安全的保障 那麼隨著全世界越來越重視資安的趨勢 我們也希望提升資安的防護 強化打擊詐騙的行動 帶給民眾一個更便利 更安全的數位金融環境 政府也會繼續協助金融業 邁向創新化、數位化以及國際化 2018年 台灣是全世界第一個以專法實施 兼里沙河的國家 讓勇於創新的業者 能夠更有效率的方式 來測試新的產品跟服務 2020年 我們也宣布政府的目標是 將台灣打造成為 亞洲企業資金調度中心 以及亞洲高階資產管理中心 透過鬆綁法規 提供更多元的金融商品和服務 我們可以擴大財富管理的商業規模 吸引更多國際機構跟資金來到台灣 為我們的資本市場帶來新的動能 為了因應這些新的發展 政府在人才培育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 我們已經和政治大學、中山大學 進行合作 設立國際金融協議 培育更多高階的國際金融人才 我們也不斷地推動金融業的雙語使用 目前台灣的銀行已經有相當多的雙語分行 這也有助於台灣的金融業 進一步地跟國際接軌 那麼今天現場有許多專業人士 以及金融圈的好朋友 跟我們一起來關心台灣未來的發展 我要再次感謝經濟日報 舉辦這一次的論壇 相信各位一定能夠激盪出許多的思考 在這裡要祝福論壇圓滿順利 謝謝 謝謝大家